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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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施肤市场 韦葱又介绍 吃贵的东西 施肯市场有客人 有客人吃的 但这两位是泰国人 这些也是泰国人 有什么解救泰国人 会吃这些 seafood market 因为便宜 话说 这家酒店 晚上有 seafood的自助餐 真的有很多种类 价钱方面 基本上是千多元一位 但基本上有不同的 最便宜最便宜 其实 可以到650元一位 只要在网上 就已经有折扣了 650元 哇 真的挺划算的 那些虾是死的 是啊 死的 所以吃新鲜的 就去其他地方 除了外面的一盆一盆的虾 除了外面的虾 燒蝦 方便人拿回桌子吃 看下去都大件OK的 坦白說 你去唐人街吃不就是這樣 去唐人街吃 你都未必保證到它一隻隻新鮮 這個價值650匹的Seafood自助餐 除了Seafood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好食物 食物種類都算OK 當然不至於超多 但是說這樣的價錢 又有什麼勤勤呢 雖然對這個650匹的Seafood自助餐有興趣 記住在這個Mercule Bangkok 薩蘭酒店 但是都要提醒大家 價錢650匹 你可以期待有多新鮮呢 經常說 人一萬個也有十個傻 近乎放蝦 這麼多 可能有些會不新鮮 有機會有些煤 不是說全部煤 會有機會 希望大家留意 畢竟你們付100港元 這麼多東西吃 必須包容一下 想一想 如果要確保超級新鮮 你或許找其他地方 但如果覺得沒所謂 撞一撞 反正蝦一隻半隻 不會吃其他 如果這樣包容就沒問題 否則的話 吃完之後 伏以眾 無惠充華 又有我素